哈喽大家好,我是牙耳飞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珍珠丸子 这道菜所需要的食材是 提前做好的肉馅 提前泡好的糯米 这糯米要泡到3-5个小时 香葱 姜 鸡蛋精一个 加两根肥料 姜先切片 再切丝 然后切成块 切好之后放入肉馅中 香葱切成葱花 葱绿也切成葱花 把葱白和葱绿 分开 把葱白放入肉馅中 调制一下肉馅 加入一勺盐 鸡精一勺 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加入少许的料酒 肉馅的底味要一次性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生粉 倒入一个蛋清 朝一个方向 搅拌上筋 搅拌至5分钟左右 等于这个现在搅着的就是一搅 就是成大块 这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虎口 团成丸子 多捏几次就圆了 团圆之后 然后把它放入糯米中 滚动一圈 让丸子充分的裹上糯米 剥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全国的汤好之后 摆入盘中 接下来开始上锅蒸制 开锅之后 放入丸子 大火蒸制15-20分钟 时间到 关火 然后把丸子取出 今天这条菜做的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普通的家长菜 可以下个人家 这 纸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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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